之后的事情倒也顺利 绞生彩轻而易举 就打开那座看起来 异常沉重结实的铜轨 证物赝品牙牌果然在其中 沈德福遂用新客的假牙牌 换掉证物 再将铜轨重新锁好 出来仓库后 王明氏便让绞生彩 先回藤花别馆 免得三人一起进出 引人起疑 小生彩出来东厂 静止往东而去 经过金鱼胡同时 意外发现 有一座老宅子大门上的铜锁 极特别 意识心动 既想上去仪式身手 又忌惮这里 离东厂关属太近 怕被人发现 正愁躇之时 东厂办事奇孝 李记祖等人经过这里 见他模样鬼鬼祟祟 虽将其带回东厂 王明氏与沈德福 正预备离开东厂时 见院子中有校尉议论 说 是才李记祖在金鱼胡同 抓到条大鱼 金鱼胡同 正是回藤花别馆的最近之路 王明氏心中暗脚不妙 近来大唐一看 那被捕的犯人 果然是绞生彩 他料想对方不敢说出 今日来东厂的目的 毕竟敢在东厂头上冻土 活最难免 死最难逃 正思虑要如何想个法子 营救时 锦衣为百户崔德却告知 绞生彩是来告发其兄长 绞生光是妖书案主谋的 这已经实在不亚于晴天霹雳了 他恨不得立即捉住绞生彩 问个清楚明白 但正如崔德所言 他王明氏的名字 也在姚书之上 不便再横插一杆子 只得出来叫了沈德福 一起赶回藤花别馆 傅春和于宝宝听说经过 也及时吃惊 唐中一时寂静无声 好伴赏 于宝宝才戚戚爱爱地道 该不会妖书作者 真的就是绞生光吧 傅春道 绝技不会是他 他只是个贪财好利的小人 制造妖书这件事 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王明氏道 好在绞生财 知道轻重 没有说出今日之事 妖书案千栋朝野 妖书作者到底是谁 也不是我们能操心得了的 傅春道 王兄的意思是 不管绞生光是不是真的妖书作者 这件事也就听之认之了 王明氏道 难道傅兄还有法子吗 傅春道 偷换牙牌是我的主意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人开锁 绞生财就不会被卷进来 更不会牵扯出绞生光来 线下朝廷急着要找到妖书作者定罪 绞生光如果真的因此而背了黑锅 我觉得挺过意不去的 一边说着 一边不停地转动左手中指上的金戒指 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 每每心中有难解之事时 便会如此 沈德福盲道 算了算了 正如王兄所言 不管妖书作者是不是绞生光 这件案子都不是我们能操心得了的 反正绞生光也不是什么好人 众人这才不再议论这件事 只有余宝宝道 老实说 我觉得绞生光这么贪婪的人 是不会关心什么国家大事 忙活什么妖书的 我觉得我们线下最应该担心的 不是绞生光的命运 而是要小心绞生彩这个人 他能无中生有 凭空诬陷自己的亲兄长 那么 我们做的那些事 有一天 他会不会也抖落出去 几人之前 从来没有往绞生彩这方面想过 文言当时悚然而惊 沈德福道 宝宝说得对极了 那么不如这样 我们尽快从牙牌上查到线索 再设法将它还回去 这样 即使绞生彩告发我们 我们也可以敌死不认 陈厂公没有证据 也不能怎样 于宝宝道 你天真啊 东厂锦衣卫抓人需要证据吗 紫柏禅师这些人 被妖书千类害死 有证据吗 说郭侍郎是妖书作者 有证据吗 沈德福被他抢白惯了 也不以为意 问道 那你说怎么办 于宝宝道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设法杀了脚生彩灭口 哎 你们别吓成那样 我也只是说说 脚生彩现在人在东厂监狱 谁杀得了他 傅春道 我有个法子 也许能有用 本朝惯例 被告发者受刑三次后 仍然不肯招任 就要反过来 拷问告发者 脚生光虽然无赖 可像妖书这样的大事 他无论如何 是不会承认的 多半会抵挡酷刑 那么反过来 脚生彩有诬告兄长嫌疑 也该被拷问 只要王兄事先 跟掌刑校尉打声招呼 用刑时下手稍重一些 便可就此除去心腹大患 王明氏虽觉不妥 但想到脚生彩心机深沉 反应敏捷得近乎可怕 还是硬道 那好 我明日一早就去东厂观树 向机行事 当夜 顺天府声援脚生光 被东厂捕获归案 更出人意料的是 校尉在脚生光内室 发现墙壁上张贴有 罗文尖书写的十大说 此云 脚阳 耳望之也 而有大智不惑 而乃归归于小怨乎 而有大明见乌 而乃归归于小文乎 而有大冤不白 而乃归归于小五乎 而有大仇不报 而乃归归于小愤乎 而有大恩未尝 而乃归归于小惠乎 而有大宝受狂 而乃归归于小失乎 而有大游不畅 而乃归归于小方乎 而有大中可商 而乃归归于小锦乎 而有大贫能干 而乃归归于小乎 而有大才不愈 而乃归归于小玉乎 此十大者信大 而小者信小矣 脚阳耳望之也 脚阳即是脚声光的化名 这十大说与感慨中 见愤懑 与妖书续幽为弘义 又异曲同工之谈 又搜到脚声光 堪客的诗稿 内中有 侯之门 仁义存一句 本出自庄子驱妾 彼妾勾者诸 妾国者为诸侯 诸侯之门 而仁义存焉 则是非妾仁义胜之也 续幽为弘义中 亦有长可立 而次未必不可立也 侯之门仁义存 谁肯舍富贵 而屈死亡乎之据 又翻查脚声光本人著书 暗游稿 内容大义 与续幽为弘义 有相同之处 如此种种 君臣为脚声光 就是妖书作者的 重要证据 脚声光之前犯下的 累累诈骗罪行 也被揭发了出来 万历二十七年 脚声光曾思客接铁 内中有 正主成皇屋之据 用皇纸封皮 置于承袭府商 包成至门首 假借封门 生言皇帝 要急没他家财产 炸得银子三百余两 万历二十九年 又以同样手法 炸得二百两银子 这次被炸的对象 正是郑贵妃的亲兄弟 郑国太 这一年 正是国本之争 最激烈之时 万历皇帝 在各种压力下 被逼 策立皇长子 朱长洛 为皇太子 脚声光拿着 正主成皇屋 去威逼郑国太 郑国太胆小 知道国本话题之敏感 朝野上下舆论 都对郑贵妃不利 不敢张扬 最终忍气吞声 出钱了事 万历三十一年 脚声光又诈骗 国子剑共生 苗字成银子二百两 像沈德福这般 被骗讹过 而没有站出来 指正的受害者 更不知道有多少 由于品性恶劣 有利用国本之争 讹诈本朝国旧的往事 又有诸多 与婿优微红义 有相同之处的书稿 脚声光立即成了 众望所归的 妖书作者 沈德福几人 从王明氏得知案情后 亦是目瞪口呆 这才知道 完全误会了脚声彩 原来 他早从各种 蛛丝马迹中 才到 骑兄脚声光 跟妖书有关 只不过 一直隐忍不发 直到当晚 被东厂逮住 才说出来 作为脱身的资本 可谓巧妙之极 又可谓 高明之极 傅春挣了半赏 才到 想不到 妖书作者 居然是脚声光 我之前完全猜错了 余宝宝道 你原来以为是谁 傅春摇里摇头 道 不说了 咱们还是去天桥吧 四人随一道 往天桥的古董铺而来 那老店主姓洪 正是雕刻 现下躺在东厂 铜轨中 假牙牌的工匠 洪工匠接过 沈德福 递过来的牙牌 一看便惊叫道 这人手艺 这人手艺活好 比刻造 真牙牌的官府 匠户 手艺还要好 余宝宝道 能看出来 是谁造的吗 他不过是侥幸 随口一问 洪工匠却硬道 当然了 这是名匠 赵世元的手笔 大凡名家 都会在作品上 留下暗记 你们看 这牙牌的穿孔 地下有个柿子 这是它的独特标记 众人一一仔细传看 果件穿孔下 有个极细小的柿子 刻的布着痕迹 稍不留意 便以为 只是象牙的天然纹理 余宝宝道 哎呀 居然刻造这艳品的 就是赵世元 我们知道的太迟了 沈德福问道 那么 你知道为什么 这牙牌 要刻着 极丑年制造吗 洪工匠道 在我们手艺行当 即便是艳品 也要力求 最像 最真 如果真按你们所言 编好八十八的牙牌 应该 假虚年制造 那么 以老赵的名头和水平 绝不至于 犯下这样的错误 这应该是 他有意为之 兴许 有人来找他 克制牙牌 赢品 他不乐意 却又无法拒绝 所以 故意留下 这一处巨大破绽 歪头想了想 又自己否定了自己 道 这应该不可能 要做出这么精细的假活 眼前必定得有一块 真活做样板 那主顾来取制品时 肯定会仔细核对 真假两块牙牌的细节 不至于被老赵瞒过去 沈德福几人 辞出古董铺 心情均很沉重 赵世元早已经被 假扮强盗的 女真人杀死 众人冒了天大的风险 好不容易才从东厂仓库 道出来牙牌证物 线索又在这里中断了 还是赴春道 红工匠说 赵世元早在万历十五年 就离开天桥 到赵中社府上 帮他制造火器 这块牙牌上刻着 万历十七年 是在哪之后 不如我们直接去找赵中社询问 也许他会知道些什么 所以又往中书社人 赵世真府上而来 赵府却是大门紧闭 沈德福拍了半天门 隔壁传教士 利马窦家的仆人 阿元奔过来告道 赵先生不在府中 一个时辰前 带了侍从出门去了 沈德福问道 可知道赵世伯去那哪里 阿元道 他们出门时 小人出去看了一眼 听说是要去通州 傅春道 通州 郭侍郎一家正困在 陆河阳村一带 也许赵中社 是去拜访郭侍郎了 于宝宝嘖嘖赞道 郭侍郎被污蔑 是妖书作者 落难阳村 朝中大小官员 人人避之不及 还是赵中社 为人仗义 沈德福道 赵世伯匆匆出门 也许是去告知郭世伯 东厂已经捉到妖书 真正作者了 阿元道 小人从旁偷听了一耳朵 好像不是沈公子 说的那个理由 是有经营巡捕 悄悄来告诉赵先生 说是以前那位毛管家 被经营巡捕杀死了 人是从郭公 郭侍郎船上抓到的 众人大吃一惊 欲发想等到赵世伯回来 问清楚究竟 隧道隔壁 利马窦局所暂坐 王明氏自回东厂官署 打探消息 利马窦正与弟子徐光奇 在研究希腊数学家 欧吉里德的著作 《几何原本》 预备将其翻译成中文 听说有客到来 急忙出来招呼 之前也有人怀疑过 徐光奇是妖书作者 一度有东厂校尉来调查他 因为他是万历二十五年 顺天府乡市戒员 后来受到济世中 向映祥弹劾 说他本人文章不通 是因为受到考官 焦虹赏识 才得以中举 焦虹后来被降职 徐光奇次年会史 也未能考中 迄今只是举人身份 妖书案起后 落款向映祥 和乔映甲二人的仇甲 首先受到怀疑 但如汤贤祖 焦虹 李三才等人 均远在外地 无力主持在京师 散布飞书之事 徐光奇是焦虹的 得以门生 又因为要准备 明年会事 一年来一直滞留京师 且通过其师 立马斗多与权贵交往 理所当然地受到怀疑 还是立马斗亲自上书 为徐光奇身边 称徐光奇自导京师 一直寓住在他家中 在忙于翻译西方著作之事 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 去张罗所谓的妖书 万历皇帝对立马斗甚是敬重 阅书后亲自批复 这才没有人再找徐光奇的麻烦 左肩不免议论起轰动全城的妖书案 立马斗对朝中的官员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相互告捷很是不解 听说已经捉住妖书的真正主谋 当即长舒一口气 往胸口划了个十字 道 早该消停了 案子早一日了结 官民们也早一日安生 第八章 人间白鹤 一直等到傍晚时分 赵世珍才风尘仆仆地回来 沈德福 傅春 于宝宝三人听见动静 忙过来拜见 问起情犹 赵世珍果然是为了前管家 毛尚文之事赶去通州 想问清楚为什么毛尚文会在郭正玉的船上 原来今日一早 有经营巡捕赶来告诉赵世珍 称最初在郭正玉船上搜捕到了毛尚文 辨认出其通缉要犯身份后压解回京 巡捕都督沉入中 却没有立即将他送到兵部或是刑部 而是关在经营小屋中 亲自动用私刑拷问 结果毛尚文受不住酷刑而死 沉入中遂命人抬着尸手去兵部交差 声称搜捕妖书一犯时意外发现毛尚文 其人反抗逃跑 结果被当场隔壁 那巡捕也是经营的一个五官头目 对亲近财力心血研制火器的赵世珍 十分佩服 觉得此事前后有些怪异 遂赶来告诉了赵世珍 赵世珍一时想不通 毛尚文为何会在郭振郁返乡的船上 忙赶去通州询问究竟 到达通州阳村时 正见到郭振郁一家被围困 处于极其危急的状态 因沿东寒冷 河水结冰 船只无法前进 迟迟不得归去 巡捕们又将众人围在船上 不准下船 郭氏日用不给 天祖人困 窘迫万分 十万火急 赵世珍上船时也被巡捕拦住 称郭振郁仍是妖书嫌犯 双方争吵激烈 赵世珍狂怒下 甚至拔出了随身佩戴的手冲 威胁巡捕 巡捕们奉有严令 无论如何不肯相让 正僵持之时 忽见数之青州 由倩夫前吟 划着后兵而来 天下只有曹运总督 有不惧怕严寒 兵上行船的能力 那几只船 当真是远在一方的曹运总督 李三才 派来接济郭振郁的 诗人均知道 李三才会做官 会捞钱 又得民心 本领高强 交捷极广 做事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连税间都对其退彼三社 巡捕们一件船头高挂的 曹运总督的旗帜 不敢轻易招热 当即自动散去 亏得这几只快船 及时赶来 补给解围 郭氏全家 才没有冻死 恶臂 赵世珍登船后 问起毛尚文之事 郭振郁却是不知道 他是被朝廷通缉的重犯 也不知道他叫毛尚文 之所以收留他为宾客 带他出京 只因为他声称自己 姓杨 明锐 是嘉靖年间 季辽总督 杨选的儿子 杨选 自乙公 山东张囚人 嘉靖二十三年进士 立官御史 大同巡抚 兵部又是狼 他虽是进士出身 却是半生龙马 嘉靖四十二年 蒙古达达部首领 暗达之子 新爱 率军进返 杨选时任 纪辽总督 打探到新爱军 将攻辽阳 遂率师 东进雀迪 哪知道 这只是新爱 升东击西之计 新爱成民军空虚 率经其 翻越长城 溃墙而入 攻略顺意 三合一代 京师因此戒严 后来打打兵退 暴怒的嘉靖皇帝 追究责任 定杨选 守备不言罪 将其斩首于西市刑场 杨期被流放两千里 郭正玉祖上 曾与杨氏联姻 论起来 两家略有渊源 又感念当年杨选 死得颇为冤枉 见贫困潦倒的毛尚文 拿出杨家祖传玉配后 便相信了她的话 收留她为宾客 还特意在返乡时 戴上了她 从赵世珍口中得知 毛尚文的真实身份 不免失会道 原来 她是女真人奸细 投奔我 只是要利用我 逃出京师 看来 她自称是杨选后人 也未必是真了 赵世珍道 这个应该不是假的 她在我府上当管家 居士墙上挂的 就是杨选的寻编题 我看到后 还觉得很诧异 她说 她只是爱这诗中 描述的景象 郭正玉尚未从 妖书案的泥潭中脱身 又卷上一起 女真人奸细案 不免欲发忧心忡忡 赵世珍安慰道 如果真有人要借此 大做文章 郭公早已不能 安坐在这里 毛尚文也好 杨瑞也好 已经被寻谱都督 沉辱中灭口 郭公无需再忧虑 至于妖书一案 郭公更可以放心 听说太子殿下 叫人带了话给沈一贯 他不敢继续胡来的 郭正玉 这才略感宽慰 沈德夫几人听说 毛尚文本名杨瑞 是顾继辽总督 杨选之后 君敢恶然 于宝宝道 他明明是大明子明 为什么要帮女真人 盗取火企图 难道 仅仅因为世宗皇帝 斩了他父亲吗 傅春道 他肯主动帮一族人做事 应当是因父亲被杀 而恨大明入谷了 沈德夫道 其实 当年的确是 寄了总督杨选 延误军机 导致北寇承续而入 朝廷杀他 也不是全无理由 只是听说 杨夫人年轻美丽 有倾国倾城之貌 被流放后 下场很惨 许多官兵为争夺他 打得头破血流 后来主帅不胜其扰 则令杨夫人自杀 明朝建立之初 明太祖诸元璋 片面吸取元朝法治 宽持的教训 主张以刚蒙治国 因而用法极为严苛 所制定的大明律 苛罪量刑 远教堂律等著名法典严峻 且定律不可轻改 子孙守之 群臣又稍易更改 即作以变乱组治之罪 明代罪臣家属 通常是末官为奴 女眷一般是编入教房司 或是入月籍 称为官妓 用身体为官府赚钱 受尽领主 被流放的女犯则更惨 除了被圈禁在流放地 被迫服各种苦意外 还要随时攻官兵 兼饮取乐 等于是被判了终身监禁 比教房娼妓还不如 常常有犯罪官员预设 女眷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连其弟弟都认不出她的样子了 杨选被处死时并没有子嗣 毛尚文既自称是杨选之子杨锐 由杨家祖传玉佩为平 当时杨其流放兵官后所生 按照惯例 她母亲是囚犯 她生下来也就是军营的奴仆 想来她自小见过不少母亲被人肆意引武取乐的场面 母亲又被逼自杀 仇恨自小深重心中 难以化解 她成人后侥幸逃脱 却无力向大明报复 所以转到东北投靠日益强大的女真人 女真人亦有野心 又忌惮明军火器的厉害 便干脆派她到北京 混入赵世珍府上做管家 意图盗取火器制造机密 众人想不到 毛尚文原来也是名幻之后 不由的又是一番感慨 赵世珍道 你们一直等在这里 也是为毛尚文这件事吗 沈德福这才想起来 今日来的真正目的 毛说了那块怪异牙牌之事 这件事前后关联甚多 他足足讲了大半个时辰 连他们几个合谋到东场盗取政务 也没有隐瞒 赵世珍惊讶万分 毛锁过那块牙牌 仔细看过 道 道像是世源的手笔 可老夫实在想不到 这就是当日从行刺 逢赏书刺客身上 搜到的牙牌 沈德福道 当晚我也在场 远远看见王兄 将牙牌递给了陈厂公 我得到提示 想起来小时候 曾经见到润娘身上 也有这样一块牙牌 赵世珍道 润娘 就是天桥那位 号称人间白鹤的神迹 对吧 沈德福又惊又喜 道 原来赵世伯还记得他 赵世珍黑黑了两声 道 老夫怎么会不记得他 最早还是老夫带你父亲和你 到天桥去看他表演神迹呢 润娘最早栖身于天桥一个杂耍班中 神迹高超 明造精华 许多人慕名而来 像沈父沈子斌 冯奇 赵世珍 都曾是润娘的看客 但后来杂耍班不幸惹上一场官司 班子里的人死得死 散得散 场子也被人占去 正逢润娘生了重病 耗尽积蓄 还要抚养女儿血素 生活十分困难 亏得沈子斌同情他们母子 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 将二人接到家中暂住 润娘病好后 有时候也会回去天桥 客串表演 但更多时候 还是留在神府照顾女儿 她羡慕书香门第 大家闺秀的咸雅风度 请沈子斌允许血素 跟沈德福一起读书席字 不想女儿日后走上自己 卖艺求生的老路 血素却是性情活泼爱玩 对读书没有任何兴趣 常常以捉弄教书先生为乐 反而是这种性格 吸引了寻规蹈矩惯了的沈德福 两个年纪相仿 性格截然相反 地位有天壤之别的小孩子 在朝夕相处中暗生情愫 沈母一度对此警惕 但沈子斌坚持 要将润娘母女留在府中 而且一直对二人很好 后来变故呼声 万历十七年的某一天 润娘从外面回来 到后院找到正在玩耍的血素 拉着她到一旁说了一番话 血素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后来母女二人竟然相对而弃 也就是在那次 沈德福见到润娘身上 掉出了一块东肠锦衣卫牙牌 她迅疾捡回去收入怀中 又安慰了女儿一番 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那以后沈德福再也没有见过润娘 事后她问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血素也只是监口不严 又过了一些日子 沈自斌忽然得了报病 一病不起 临终前嘱托妻子 妥善照顾血素 沈夫人虽然当时答应了丈夫 却在沈家举家千离京师时 发怒将她逐走 之后沈德福再也没有见过血素 年少时彼此相许的誓约 也成了分钟的回忆 当日沈德福在礼部尚书府门外铁狮子旁 初见京师铭记 薛素素 即惊为天人 后来仔细回想 她当场有失态之举 并非是薛素素 美貌惊人 而是觉得她眉眼 跟当年的血素 有几分相像 但当她想方设法地 接近薛素素后 才发现这位名记财貌双全 琴其书画无所不禁 这是厌恶读书的血素 远远达不到的境界 她这才明白 是自己心中放不下血素 一厢情愿地将薛素素 当成了她 说也奇妙 自从薛素素出现在 她的视野中后 她对血素的思念 也淡了起来 如果不是一系列的事件 重新牵扯出 对润娘的回忆 她可能就此淡忘这段往事 赵世珍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 道 想起来了 当年老夫从天桥 请回赵世元 协助制作活气后 曾见到润娘来找过世元 他们是同乡 在天桥时就彼此熟识 不过具体情形 老夫从来没有问过 你们也知道的 除了火器和兵法外 老夫极少关心别的事 沈德福听说润娘和赵世元 原来是旧石 心道 这么说 润娘身上的牙牌 就是赵世元 亲手制作的赝品了 他为什么要仿造一块 锦衣喂牙牌呢 他的失踪跟牙牌 有没有关系呢 如果那刺客 真的就是钱先生的弟弟 钱若印 牙牌又怎么会到他身上呢 傅春问道 那么当年润娘失踪后 赵工匠有何反应 赵世珍道 这老夫倒还记得 他有些难过 做事心不在焉 差点将销石当废料 丢进火里 等过了一阵子 也就好了 傅春道 赵工匠没有出去寻找润娘 亦或报官 或是托赵中社帮忙吗 赵世珍道 没有 老夫得知他郁郁寡欢 是因为润娘失踪后 特意问过他 要不要去报官 他却说不用 也许润娘是躲回金塘老家了 老夫当初听了 觉得非常奇怪 就算润娘要回家乡 怎么会不带上自己唯一的爱女呢 我怀疑 她的失踪不是那么简单 润娘一直住在沈贤之家里 老夫本来还打算找机会问问领尊 可想不到老沈他竟然 回忆起当年交往的几名至交好友 沈自斌抱病而死 逢其离其中毒 礼职罢职回乡 而今只剩了他孤零零一人 愈发伤感起来 沈德福等人见赵世珍 又是疲倦又是神伤 心中不忍 便就此散去 天色已黑 酒门早已关闭 他们回不去内城 今晚只能暂时借住在赵府 赵府并不大 只有四间房 赵世珍 赵世源 前管家毛尚文各一间 余下一间是两名仆从居住 仆人歉意道 赵公将房间还未收拾 各位只能暂时屈居 挤在毛管家的房间了 余宝宝道 那可不行 我得一个人注意见 我去住赵公将的房间 沈德福忙道 你别任性 赵公将是专门制作火器的 房里不知道放有什么 万一有个闪失 可怎么办 反正天冷 我们三个大男人 挤一张床也好 余宝宝却是不一 道 谁但凡跟你挤一张床 我偏偏要一个人去赵公将房里睡 赌气去了 沈德福放心不下 还要去追 傅春拉住他笑道 你真是个傻子 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 沈德福不解地问道 看不出来什么 傅春道 算了 赶紧钻被窝睡吧 冷也冷死了 看情形 今晚飞下大雪不可 二人虽跟着仆人来到钱管家毛尚文房中 房间极是整洁 正中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字 潮河潮河 潮河流破山窝 中有琢崖之巨石 旁一峻凳之微波 长远战乎微波 铁垒素乎金戈 虎兮虎兮奈若合 正是前纪辽总督 杨选的寻边提 道尽了古关险峻之事 床侧还挂着一幅赛上图 尚有提诗道 白雨如霜 初晒寒 湖风不断 接长安 盛头一片西山月 多少争人 马上看 是名人李潘龙的七诀 钻进被子 沈德复心中有许多疑惑 问道 你是才向赵氏伯 打探赵工匠的反应 是觉得赵工匠 对润娘失踪 究竟多少知情吗 傅春道 嗯 线下可以肯定 那委托赵氏员 克制假牙牌的人 就是润娘 大明律令 伪造印文者 一律处斩 不问何物成造 这种事 不是伪造古董艳品 骗个冤大头那么简单 搞不好 是要掉脑袋的 性命攸关之事 赵氏员又关心润娘 一定会问个清楚 所以 后来润娘失踪 她虽然难过 却并不意外 既不出去寻找 也不报官 沈德福道 当年润娘失踪 血素也是如此反应 当初我娘还觉得 一个大活人莫名失踪 挺奇怪的 问家父要不要报官 却被家父历声训斥了一番 家父从未对家母发过火 那是第一次 我记得特别深刻 傅春道 如此说来 令尊 赵氏员 还有血素 他们三个 应该都是知道 润娘失踪的原因的 沈德福道 我真是笨呢 当日赵工匠 活生生站在我眼前时 我居然都没有问他 唉 傅春道 你无需自责 赵工匠木讷少言 从未提及与润娘相识 你又怎么会知道 沈德福道 那现在要怎么办 逝者已逝 生者尤存 家父和赵工匠 已经不在 要是能找到血素就好了 傅春道 要寻觅一个 失去联系十多年的人 只是大海捞针 太难 我们眼下能做的 就是从源头查起 当初润娘落难 不是因为杂耍般 惹上官司吗 你可知道 那是什么官司 沈德福恶然伴赏 财道 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从来没有听人提过 傅春道 既然大家都会莫如深 那么 这就是条相当重要的线索 这个不难查到 先睡吧 明日一早 我们一起去找王明氏 这房中的床 虽然够大 足以睡得下两个男人 但床板却是极硬 被褥又薄 沈德福到底是个富贵公子哥 辗转半天 难以入睡 直到天亮时 才挨不过乏意 昏沉沉迷糊过去 却听见有人嚷道 懒虫 快起床了 本来还以为是做梦 一旁的傅春坐起来 带动被子 才勉强睁开眼睛 原来 于宝宝已经进来了 正站在床前 催二人起来 于宝宝转头 看见床上的寻边蹄 疑了一声 道 这诗写得不错 书法却是极烂 字这么懒 说书法实在抬取他了 傅春道 应该是毛尚文 自己抄录的 他父亲寄聊总督 扬选的诗 他虽是名门之子 毕竟从小流落军营 能识字写字 就不错了 皮一下床 这才发现 外面已是一片雪白 惊喜地问道 下雪了吗 于宝宝道 是啊 我都玩了半天雪了 见你们两个懒虫 还不起来 才进来催你们 别辜负了大好雪景 忙出来一看 严溜成冰 骑行如注 院中积雪 直摸过脚 空中的白色精灵 还在满天飞舞 唐代诗仙李白 曾有诗描述 北京大雪道 烟山雪花大如席 片片吹落 轩辕台 虽然不至于雪大如席 但整个京师 变成一张雪白大席 却是真的 沈德夫几人略作整理 及词别照抚 一路艰难地回来内城 先去了王明氏家中 王明氏正要冒雪出门 道 查润娘的案子 应该不难 沈兄可还记得 具体的年份 沈德夫道 嗯 我想想看 润娘和雪素 住到我们家的那一年 我正好五岁 应该是万历十一年 王明氏道 好 几位先回藤花别馆 等我的消息 到了下午 王明氏踏雪而来 告知道 这件案子 着实奇了 我查了万历十一年的卷宗 杂耍班班主 几人获罪 是因为被人告发 收留了侵犯 你们可知道 那侵犯是谁 于宝宝道 卖什么关子 有屁块放 王明氏便道 是钱若庚的弟弟 钱若应 也就是你们认定的 逢府刺客 于宝宝压了一声 嚷道 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 实在是巧得不可思议 傅春道 这应该不是巧合 王兄 卷宗可有记载 钱若应落网伏法 王明氏道 不 他逃脱了 杂耍班的班主等人 都是在被拷问 钱若应下落时 守不住酷刑而死 于宝宝道 润娘才是杂耍班的 主心骨 为何反而逃脱了呢 王明氏道 润娘被当作证人传唤过 她在案发之前 就已经生病 一直在家养病 所以没有牵连到她 我而逃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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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